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一些其他的充電電池 但是在課文中都是簡單 隨便講講帶過去了 就考試而言也不是很重要 涅格電池 我們古時候我小時候 買手機的時候 附的就是涅格電池 這種電池電壓穩壽命長 廣泛用在預備的就是那種掛在牆壁上 上面有兩個燈的那個 可以照明用的那個東西 然後安全燈這些東西上面 可是這玩意兒有很多的缺點 他第一他電有記憶性 你現在充到百分之一百對不對 如果你放電到百分之八十 就去充 他就認為他的電池有百分之八十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就可能會 越用電池越來越 越來越少 剛剛記得你呢他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然後再來這個葛是有毒的重金屬 所以現在你都把它禁用 我不確定現在還是不是 之前看到的說法是 只有在那個 剛剛講過那個掛在牆壁上的 安全燈的那個 極上邊燈上還用它 可是現在是在用它 因為現在已經 因為現在已經 唸殼算是很弱 人都已經被淘汰掉了 那我們小時候 我們小時候買手機的時候付給我的是唸殼 我們自己花錢去買唸青 買唸青 因為它的改用 它會比較輕 它的記憶性會比較小 不太有記憶性 然後也比較環法 所以大量取代 涅格 涅齒 就在這邊上面 這是我們 小時候的狀況 給我的是唸殼 我去買唸青 現在完全不用 因為現在 全部一開始就送的就是理念 現在你買手機 狀況通通是理念 全部都已經變成理念值 理念值 就更好了 它就很輕 而且幾乎沒有記憶性 也可以充電 A也蠻高的 大概3.6 3.7 普特 然後普遍用在各式各樣的電器設備上 好 你知道你的手機 你現在給你手機雖然 雖然現在很多的手機都是不能夠換電池的 可是它裡面剛好就是理念 它可以換電池的 它給的你買的也是 理念 你也買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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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算是已經 通都 破 通都落 那都是直接給了就理念 OK 那這個未來的電池 我們現在教你的都是 化學變化產生電 對不對 這個化學電池 那我們現在用太陽電池 讓太陽能來產生電 然後我們就說它環保啊 怎樣啊 好 然後這個太陽光 你用太陽光來用 OK 那我說環保 這我們在前面講那個時候講過的 但我講過 它寫零污染 這是一個有問題的說法 用太陽能 零污染 可是你做太陽電池 不然很大 半導體 不然很大 這樣還叫零污染嗎 這樣還叫零污染 OK 然後 幾乎可以永久使用 價格不便宜 這個獎益已經寫很多年了 一開始的時候的確價格不便宜 可是我當初能源的時候我講過了 拜中國大陸之士 現在這個太陽電池很便宜了 但是後面還 後面的確定很散 轉換效率不高 轉換效率不高 再來叫有代克服 太陽電池 OK 還有一個叫做我前面叫做燃料電池 我這裡沒有教 那我講過了 基色有考過 基色考過不要理它 沒有教過 它文字寫在上面你看完你就會了 不用先學過 好 然後現在電池都能說體積小 性能好 密封封閉 器材方面就好用 而且都很好用 然後 但是呢 種類很多種 你買的時候要注意 性能跟保養方法 那個鋁電 鋁電其實很危險 他講我前面提到 現在都上飛機 這不准你帶鋁電池上去的 不要怕它會危險會燒起來 會燒起來 好 去它保養方式 不要碰到什麼之類的 這樣效能 然後有一些 重金屬的東西 它可能會有污染環境 什麼什麼之類 所以要注意 該回收可以要回收 就是所以環保 好用啦 希望 在現在環境中 希望你能夠注意一下環保的問題 OK嗎 OK 請寫課啊 練習